越来越多人使用电动自行车 不过花莲县警察局统计 从108年10月到109年3月份 花莲县就发生有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一件 造成一人死亡 受伤事故123件 造成188人受伤 主要造势原因还是因为 没有依照规定让车 没有注意车前状况 闯红灯 违反标志标线 还有酒驾等等 警方有汇民众 骑乘电动自行车 还是必须遵守交通安全规定 电动自行车新法 108年10月1号上路 主要是规定限速25公里 要带安全帽 不可以酒驾 不可以载人 不过花莲地区的电动自行车事故 却依然不少 所谓的电动自行车 有包括几种 包括就是电动辅助自行车 还有电动自行车 我们现在最普遍的就是电动自行车 就是像跟我们一般机车 这个车型外观 雷同的电动自行车 它属于慢车的一种 因为在交通部的规范是在 时速25公里以下 它的车重在4.3公斤以下 那在 它的马力也在3.4HP以下的 这些的马力比较小的电动自行车 那因为它不需要挂牌照 也不需要驾照 所以在我们的未满18岁的 无造青少年组 还有老人家 这部分使用率非常高 那根据我们警察局的统计 从去年10月1号 到今年的100 这个到今年3月总共5个月的时间 我们发现 我们辖内的道路上面发生 这个死亡 因为电动 其用电动阵营 发生的交通事故死亡一件 那受伤的部分有123件 受伤人有188人之多 那插状踩损的部分有39件 这个电动自行车所产生的事故 是非常非常高 警察局呼吁电动自行车 要遵守的交通规则 和一般7G车是一样的 不应该存有侥幸的心理 同时警方也会针对 亦发生事故的市区道路 加强劝导取定电动自行车 违规行为 希望可以减少事故发生 那我们这边要呼吁我们所有的 这个使用电动自行车的 骑用者用路人 就包括这个青少年学生族群 还有65岁以上的高龄族群 在使用电动自行车 要记得电动自行车是属于慢车 慢车有慢车的规范 你不能行驶在快车道上 而且在道路上面也要遵守 相关的交通规则 在要两端式走展的地方 一定要两端式走展 而且因为你是慢车 那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学生族群 跟高龄族群都有负载的情形 那因为电动自行车 所以慢车是不能载人的 我们在呼吁我们的乡亲朋友 对于我们家的长辈们 一定要勤于叮嚀 再叮嚀 让我们事故能够降低 介组会欢迎时报道